8月下旬再进行第二次事项 11月进口博约上 我们会举行一个仪式 然后在年底 我们会进行正式的交付 将在明年的1月1号 我们开始正式的商业航行 规划的航线就是 从五松口 五松博港出发 我们可能还是主要以 日本 韩国 作为我们的主要航线 作为我们的主要航线 那么荣耀号呢 是这个我们旗舰的邮轮 它现在呢 是拥有2000多间房间 我们船上设施也非常丰富 非常适合这个 多代出行的家庭啊 朋友聚会啊 然后这个企业出行啊 那么截止到目前为止呢 应该说明年上半年 有三大邮轮公司 已经确定了船期 那么另外呢 就是皇家加勒比邮轮 还阳光博号 也宣布从明年四月份 回归上海市场 好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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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